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要说两个问题 第一 本期节目没有任何广告参与 第二 欢迎收看《卧德出柜》 过得说 刚才我们跟岳云鹏 测试了一次说谎的问题 有人说了 测他管用吗 管用 因为岳云鹏从小 有非常良好的家教 他父亲曾经跟他说过 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绝不能够说谎 有一个小故事叫匹诺曹 要讲给你听 匹诺曹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其中匹诺曹给人们留下最深的印象 就是那个鼻子 他爸爸给他讲 一撒谎鼻子就会长 他记住这句话了 说谎鼻子就长 每次去动物园指着大象都说 不要脸 也有一个故事讲给我儿子 就是狼来了 这小孩说狼来了 大家都来要救他 结果一看没有狼 第二次他又喊着玩儿狼来了 大伙又来救他 如是三次 到最后没有人再相信了 小孩被狼吃掉了 讲完之后我说你 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 孩子特别激动 说谢谢爸爸给我讲这么一个好故事 您告诉我 说谎一定要有变化 三次都一样 当然别人不相信了 小孩们说谎 其实没有大的事 一般都是跟学习成绩是有关系的 一个上学去考试的分数 不敢拿回家看 扭了胆大包天的孩子还改分数呢 这上面添一笔 或者改一下 加个弯 就换成另一个分数 回家之后呢 就躲过一场劫难 好像好多孩子都这样 甚至包括我儿子郭麒麟 因为有一次回来 我一看就不对 那卷子拿给我一瞧 76分 76分按时就算不错了 但是你去数上面那个错的题 老师打的差太多了 我这个玩不是你说瞎话 就是老师在骗人 按照我来看 顶多16分 你在上面加了一个横 把一改成了七 对不对 我说着就要打着 郭麒麟真吓唤 不是不是不是 16分我加了个七 很多学生在学校里爱撒谎 有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因为迟到了 或者没写作业了 孩子们的谎言是找借口 因为没写作业怎么回事 那个我母亲身体不好病了 我在家伺候她呢 其实她妈是摔跤的 最恶毒的 就是有的孩子实在挤就没辙了 你怎么来晚了 我奶奶死了 一般问到这儿呢 老师也就不再说了 哪怕知道是假的 人家孩子起这么重的事 你也不合适再说别的了 咱说这个房子呢 也就用一次 第二年一换班主任 孩子们开心了 奶奶又能死一次了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能全愿学生 老师也爱撒谎 有人说有这样的事吗 师道尊严 他这怎么讲呢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现象 就是下课零打完 老师说了 那什么 我在耽误一分钟啊 你们这一笑 你们就说明你们都经历过啊 当然老师是好意 怕说不明白 我再耽误一分钟啊 然后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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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 好来接着上课 课间操的时间都没有了 反正孩子们呢 是越大越难管 一到了初中 这是最难的了 岳云鹏 你初中的时候 说谎是不是已经达到 一定的程度了 我没有上过初中 因为到了初中之后啊 这个孩子越长越大了 也几乎是达到一个叛逆期的时候了 有的时候家长说 老师说 他从骨子里有这个 要揭竿齐意的状态 因为德云社有传习社 就是我们教孩子 说相上的小科班 也基本上都是初中 左右这么大的孩子 我们对孩子严格要求 这么大的孩子 很容易走歪路 包括说不许喝酒 不许抽烟 但这个管不住 我就逮着好几个 打根签一过 你闻身的烟味比鱼签还中 站住 你抽烟了吗 没有啊 瞪眼不承认 你抽烟了吗 这烟味都大 嘴角挂着烟丝 没有 就不承认 不承认 谢谢观看